台北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說他預估 他預估在年底的時候 超過400萬人會確診新冠肺炎 那他說以美國1%的 這樣的一個死亡率來算 台灣將會有4萬人死亡 而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位 是牙醫史舒華 他就要來跟打臉科市長 他說他要來跟他打賭 他說400萬死亡人數 不會高於4萬 他說柯文哲這樣的一個說法 說重症會到加護病房 比率大4% 16萬人 那麼新加坡的死亡率大1% 0.1 美國1% 這樣估算一下的話 台灣死4萬人 那麼現在他就說 這個死亡率0.2% 而且都是疫苗沒有打齊的 這樣好理解嗎 各位他要跟柯市長來打賭 他說今年死亡染疫人數 不會高於4萬 少於4萬 他說柯市長要給他400萬 他要來捐慈善 高於4萬的話 他要捐400萬幫助慈善 柯萬哲就來回應了 他說把人命拿來打賭 他認為是不對的 同時他也知道說 講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就是為了打到抹黑 他認為這是很惡劣的 一個政治文化 他說誰理他 把人命拿來打賭 就是不對 為什麼政治搞得這麼卑鄙 同時他也說 這根本又是一個認知作戰 介大師 我覺得這種打賭是不對的 真的 你幹嘛要拿這個來打賭 這把他政治化幹嘛 其實這個是你計算的方式的問題 那如果照陳時中講 他說要照怎麼計算 要照這個紐西蘭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死亡率 他說紐西蘭是全世界最低 0.0% 所以紐西蘭 他是用紐西蘭算 他說沒有多少人 就那麼多人 你知道每一個國家死亡率都不一樣 柯文哲是用美國的死亡率 另外就是說 韓國跟香港的死亡率 大概在0.7%到0.9% 美國算是比較高的 等於算是1%了 你如果用0.7% 0.9%的話 數目又不一樣 我們以前討論這個題目 我覺得為什麼陳時中 會拿全世界最低的紐西蘭的0.05% 來算死亡率 我覺得這就是他一再錯估情勢 一再延誤時機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他都非常輕敵 這個才是我們要檢討的 你都拿全世界最低的 所以你都不當一回事 你到現在陳時中還是老神在在 還是老神在在 你看他這個處理事情的態度 好 先前很多專家 就提出預警了 對 你今天 今天我們可以好好來討論 我寧願說是最少 可是我希望你準備的時候 你的心態是把它做最嚴重的 做一個預估 這才是我們今天做政府的時候 應該有的心態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陳時中 他用那種方式來算 實在讓我們真的是找到 為什麼政府一直出問題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輕敵 沒有把這個事情看得很嚴重 不過除此之外 我們看到他最近的這些岩石 什麼藥怪就去快病毒 什麼有關係又什麼 有關又什麼關係 這些時候我真的很想奉勸他一句 就是說 你既然要從事公共服務 你可以做你的牙醫去賺你過你的日子 跟公共無關 可是你做公共的服務的時候 你要有一種心理 就是說要有側隱之心 要怎麼樣 要有百姓的福利 你是替人民來造福的 你要悲天敏言的心理 你現在掌握都是人的性命 都是多少家庭的幸福 你今天坐這個位置 政府就是什麼叫政府 有公權力 有權也有錢 你心裡面要擺正 你要為人民造福 真的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為什麼 以前古人有句話就是說 人在公門好修行 你今天既然要從事公共服務 你有志於此 你就把它當修行 人在座天在看 以前那些 不是有些古時候這些故事 那些在那邊 坐監犯科的官員就是說 收會的時候 人家好的官員 人家來行會的時候 好的官員說沒有人知道 結果這個官員說 天之 地之 你之 我之 怎麼會沒有人知道 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你今天有這個權力 有這個資源 你就好好替人民造福 可是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做 你對得起人民嗎 你對得起自己良心嗎 對不對 一再高端 延誤了我們多少人的性命 然後你什麼事情 都吊兒郎當的 反正拿最低的標準 大家沒事 你粉絲太平沒有用 到時候實際的數字會告訴你 數字會說話 這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奉勸陳時中 他因為他沒有做過公務職務 做公務的話 真的要有側隱之心 要有知道 真的人在座天在看 坦言說這個黑數也在增加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醫師鄭南先前 他就已經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說以病毒共存 如果說跟病毒共存是100里的話 他認為我們現在只是走了一里路 所以還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先前他也說 預估在5月16號新增會破30萬 到時候整個曲線會呈現高原的形狀 就是說來到高峰 但是要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那麼醫師江冠宇說 連三天破萬 其實到今天已經第四天了 這個陽性率會破25% 那單日最多15 16萬就會退 總感染人數可能大約400萬 這個400萬就是跟剛剛柯市長講的 這個是有點相呼應 那麼他說單日恐怕會破10萬這麼多 那先前也有人說 因為我們的量能的關係 所以你沒有辦法驗出這麼多 不過現在也確認說 就連剛剛指揮官員講了 確實可能會有一些存在的黑數 那現在才這麼說 那疫情也持續的這樣 真的讓老百姓 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師教授 我說如果我們一般 我們這一行 因為我們不是醫療衛生的部分 像我們在抓外交政策 我們會抓光譜 你知道最極端是怎麼樣 最快怎麼樣 然後我們至少中間對不對 然後再看有哪些條件的時候 我們外交的估計 預測是這樣子的 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剛才我們在講 第一個我在想說 第一個可能就是肉咖 陳時中就是肉咖硬斑 然後他旁邊的人大概也不行 因為講政治正確 或者是沒有人敢跟他講 沒有人敢講實話 那講的話也許他聽不下 沒差 要唱歌 第二個就可能說 可能是他的態度過於親夫 或是過於樂觀 但是我們通常說料敵從寬 對不對 你要做最壞的打算 這是人命 這個跟戰爭是一樣的 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OK 我覺得第三個是意思是大使講的 沒有側隱之心 沒心 照說你想一想好了 你今天要換心臟的支架 你想一想你爸爸要裝支架 那我們知道說 醫生跟你講 已經開到問說 你要不要用美國進口的 美國進口比較貴對不對 你拿來想一想 當然是用進口了對不對 我說已經開到那裡了 你不放可以嗎 OK 第二個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我們的癌症 有所謂的那種標靶藥對不對 難道你不用嗎 然後你說外國藥沒有用 你寧願花個錢 你寧願再怎麼樣 你都要相信 標靶的那個 什麼都要相信 或者是說 有一些藥是選民藥 對不對 有一些是進口的 我當然是要用原廠的 對不對 又不是吃味 是那個維他命 錢的問題 所以我是講說 沒有側隱之心 這種人要損去 太扯了 一口只合 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 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除了 我們要來購入 那麼 我們要來購入